包装箱,将代步车拿出 此时可以看到一个泡沫箱,一副车架,两个大小不一的纸箱以及一个黑色袋子 拆开泡沫箱,里面装着前控制器以及后控制器 小的纸盒里面则装有充电器 充电器分为常规充电器跟快充,不同的电池型号搭配不同的充电器 拆开另一个较大的纸箱,里面装着一对脚踏以及一本说明书 整车还搭配了后置购物袋,前后双购物袋,让出行更方便 当收到货时请检查配件是否完整 分别有,前控,后控,说明书,脚踏,充电器,后置购物袋及车架 检查无误以后即可安装使用 在使用之前,我们需要把代步车展开来,平放整车,双手用力向下按压坐垫两侧 当听到咖的声音说明已经展开到位 安装后控时,将后控底部对准扶手上的卡槽然后向后推,使其牢牢固定在扶手上 可根据自身使用习惯左右手都可安装使用 安装前控时,将前控插入车架的孔洞内,随后拧紧螺丝固定 旋转螺丝即可调节前控的伸缩,左松右紧 充电口的位置在前控底部,充电器一端连接前控,另一端连接电源即可给代步车充电 旋转螺母即可上下调节扶手高度,一共8个刻度,可根据需求进行调节 安装脚踏时,一只手握住脚踏,另一只手按住脚踏上的弹簧 然后将脚踏顿准车架上的孔洞往前推 当听到咖的一下说明已经安装到位,拆卸脚踏也同理 靠背可前后翻转,电动驾驶时靠背往后,同时请系好安全带 推行时就把靠背翻转至前方 推行时,轻握点刹,松开前行,用力握住刹车然后松手,刹车锁死 此时轮子爆死,代步车无法移动,此时只需要轻触红色开关即可解除锁定 前后可拆卸双购物带的设计让出行更便捷 用的时候将后置购物带挂在扶手两侧即可,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收折起来 小巧不占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